首先带您关心的是气象资讯 明天星期一是上班日 受到西南吹风吹拂 还有陆风符合的影响 全台降雨多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而这一周的降雨热区也出炉 连续四天全台都会湿搭搭 而且玛利亚台风生成之后 就会朝向日本逼近 预计会带来惊人的雨量 来听气象署说明 由于今明两天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明天的话西南风持续的影响 所以在清晨到上午之间 中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 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然后在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 还是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要特别留意一下 此外就是周二以及周三 西南风的强度会略微的减弱一些 不过各地的山区在中午过后 发生午后局部大雨的机会 还是有可能的 到了周四到周六 周日之间 由于台湾附近受到低压带 继续的影响 天气是相当不稳定 水气也会增多 所以届时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 不定时的短暂震雨或雷雨 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 也都有断断续续比较大的雷雨发生 而且可能在其他各地也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面上一共是有两个热带系统 第一个热带系统就是五号的玛利亚台风 那它距离我们大概是台北东北方 大概是三千多公里 两千多公里的海面上 那未来它是朝向日本的东北部的附近来前进 那预测在明天的上午 它的中心将会逐渐登陆到日本 那另外一个热带清滴气压 它是位于台湾的东北东方 也就是日本东南方海面附近 那这个热带清滴气压 未来的这个强度 也有逐渐增强为情统台风的趋势 而接下来看到高雄大辽 发生了一起警车遭到冲撞的事件 有一名驾驶因为行车车线道被拦查 没想到他停靠路边的时候 突然追撞了巡逻车 当场被远警给抓下车上铐逮捕 更多详情连线记者林又璇 有民众拍下就在路中央 一名白衣男子被远警团团包围 而且手已经被上铐了 一旁还有他的轿车 原来他疑似冲撞警车 被远警直接从车上拖下来 车门打开开的物品还掉落一地 地点就发生在高雄大辽的光明路上 在今天下午六点多的时候 发生一起警车被追撞的事故 而根据了解原来这辆白色轿车 他当时是行驶在车道线上的 而路过的巡逻车 示意他要往路边停靠想要对他进行盘查 没想到这名男子不知道是心虚还是怎么样的 竟然就开车追撞了巡逻车 当场被远警是拦下之后 把驾驶给拖下车上铐 目前还要进行进步的搜索 看他车上是不是有违禁品 还是他是通气身份有心虚 才会细图冲撞警车想要逃逸 详细的情况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而桃园有男子帮朋友解决违禁的问题 结果被亲友丢铁椅还有砖块 他当场录影搜证之后提告恐吓 不过官司过了一年之后没有收到公文 他到地检署询问才知道已经解案了 现在盖成这样子 真的是都不尊重台湾的法律 听见朋友的困扰 想帮忙出口气 男子拿着大声工直接到场理论 你念什么 我只说不知道新加坡的法律 下一秒铁椅直接飞过来 这还没结束 我要报警了 三段式攻击 男子立刻往后退了好几步 原警都到场了双方火气还是很大 一被攻击之后其实警察也有来 那警察来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 他们不是当面看到就是对方攻击我的那个情况 半夜人事后提供影片提告恐吓 但这官司整整一年多毫无消息 在当月的9月4号就已经送到那个地检署了 他们警方是这样讲 那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地检署之后就一直没有后续 直到他亲自到地检署询问才发现案件已经结案 正常流程只要民众报案 检察官就会开庭调查 但律师说还是有可能不开庭就结案 实际打电话询问丢砖块的女子 但她没接手机尚未取得回应 关心朋友家的违禁问题 最后演变成纷争 男女双方的提告案件也不止一起 TBC王华林的身份桃园采访报道 这也是因为纠纷起口角的 只是这是兄弟吵架 弟弟竟然在屋内泼汽油 警消货报道场连忙将弟弟送衣 即使他人已经躺在担架上了 还是举起卷头挥舞 疑似又和哥哥隔空互抢 消防人员从公寓将坐在椅子上的男子 扶到担架上要抢吃送衣 但男子都躺着了 却还对着楼上指来指去 甚至还举起拳头挥舞 疑似在隔空嗆响 而公寓外面地上还有楼梯间 全都是汽油 一旁还有一大罐汽油桶快要倒光光 其他住户家外面被波及 只好拿出拖把清理 实在好傻眼 事情就发生在十一号上午十点多 逃于一间公寓 原来三楼住着一对兄弟和生病的母亲 平时他们都会照顾母亲 不过弟弟和哥哥却时常发生争执 没想到弟弟这次竟然在住家内泼气油 吓得哥哥赶紧报警求救 警销到场后立刻将弟弟制服强制送医 因为他生病了 因为他让两兄弟以前妈妈还在的时候就常常在吵架 因为弟弟他是常战 然后他两个兄弟过去的 你有听到吵架吗 早上又有在那边那个大吵架呢 邻居都说直到兄弟俩很常争执吵架 但没想到这次却气到泼气油 让他们都吓了好大一跳 要是不幸整栋公寓烧了起来 后果恐怕不是兄弟俩能够承担的 TV也新闻 廖宗庆 陈家同桃园采访报道 而这个振奋全国的好消息 就是林玉婷勇夺金牌 也让一张照片欲言成真 那就是赛前林洋佩戴着金牌 帮林玉婷加油集气 这下子等于是三个金牌选手提前捅框 粉丝夹道欢呼 恭喜台湾全后林玉婷 勇夺巴黎奥运女子57公斤级金牌 林玉婷和在奥运夺童的陈彦琴 也特别到台湾驻发代表处 接受驻发代表吴志忠颁发总统贺便 其实前晚金牌战时 有粉丝慕吉黄晓文 甘家威 彭明洋等台湾国手 一同在场边摇起呐喊 替林玉婷加油打气 另外赛前林洋佩 李洋和王麒麟 更曾和林玉婷相见欢 带着刚到手的金牌 为林玉婷加持 并拍下难得的合照 这画面等于神预言 现在林玉婷也拿到金牌 等于三个金牌选手提前同框 林玉婷双手各握着金牌 提前感受重量和手感 有有有有有一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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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非常热血所以今天就还是觉得很开心很兴奋 我觉得用成绩去打点这些外在的声音就是最好最好的方式 所以真的很开心他能夺光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就是大家一起去享受这个时刻 高光时刻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中华队在这次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都互相的团结 互相的加油机器这样子 就连台湾羽球天后代资影最新两篇IG线动 也通通是林玉婷 除了大赞玉婷太强了之外 也秀出过去天文中一同展现六块机的照片 直呼天文按赞数突然激增 是因为发现帅气的玉婷是吧 台湾直光心心相惜互相扶持继续向前冲 TVBS采访团队法国巴黎报导 而其实林玉婷国小是练田徑的 不过她身材比同龄的女生瘦小 也不是比赛常胜军 但是非常有上进心 训练菜单跟男同学一样 也为自己打下扎实的底子 那男生都有拿奖状 玉婷她就在旁边看着这样 那是大比赛 身穿红色上衣 戴着细框眼镜的文静女孩 没有人不认识她 她是夺下奥运金牌的台湾拳后林玉婷 不过其实她以前 可不是比赛中的常胜军 五六年级140左右 所以那时候身材条件不是很好 像平常跑步的时候 别人跑一步 她可能要跑两步 国小的她在班导师启蒙下 开始接触田徑 在学校爆发力速度表现出色 60公尺短跑还曾跑过8秒多 比一般同龄的女生 快1到2秒 很有运动天分 不过因为身材瘦小 大奖总是长落别人家 她是唯一的女生 然后剩下的是四个原住民的男生 一定会比不上 但是她就是不放弃 林玉婷上进不服输 训练菜单全都跟一起训练的男同学 同一标准 为自己打下扎实的运动底子 不仅会运动 班导师说她的功课还不错 有时还能考进班牌前五 因缘际会下国中改练拳击 改变了她的一生 场上拼劲十足 但私下的林玉婷内心很温柔 她真的就是柔能可感 如果小朋友在吵架 她说她就有正义感 她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 看到林玉婷近期承受的谩骂 班导跟教练说真的很不舍 不过也赞赏林玉婷 一路撑过来成为后辈的最佳榜样 觉得这么善良的小女孩 然后还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就算我再辛苦 我都要跳出来讲话 我想给一些运动员 没有坚持下去 很多运动员她都没办法坚持 玉婷今天所以可以拿到金牌 是因为她坚持 林玉婷挺过性别争议 替台湾夺下金牌 也让台湾全集在国际展露 一束光 地区的新闻 您要是一集台北上报道 只是林玉婷在金牌战 对决20岁的波兰对手 瑟瑞梅塔 先前她疑似是贴出 奉刺性别的文章 瑟瑞梅塔澄清不是她发的 但现在又被发现 疑似转发文章 再度偷酸林玉婷 金牌战结束 所有纷扰也落幕 20岁的波兰小将 瑟瑞梅塔 在分出胜负之后 比出爱心 还主动上前拥抱 我国全级好手林玉婷 英雄系英雄 林玉婷跟瑟瑞梅塔 双手紧握互相勉励 林玉婷还在颁奖上 帮瑟瑞梅塔巧衣领 会让大家这么意外 是因为先前传出 瑟瑞梅塔在比赛前 贴出讽词贴文 只称自己是最后一个 争夺金牌的女人 引发争议 不过瑟瑞梅塔 最新接受波兰媒体访问 提到奥运期间远离社群 澄清贴文 绝对不是自己发的 教练看到之后 也命令删除 只是就在瑟瑞梅塔 接受访问后 网友发现 他转发粉丝们动态中 其中一则 内容翻译说到 在一场不公平战争中 赢得了银牌 疑似偷臭林玉婷 让台湾网友再炮轰 难道是假面甜心 不过仔细看 瑟瑞梅塔也只是转发 粉丝贴文 比赛就是这样 就是赛前我如果能用任何的战术 来干扰到你 然后达到我的达到我的结果 那就这样 但林玉婷无端 卷入性别风波还没结束 前世界网球球后 绰号女金刚的美国籍选手 纳拉提洛瓦再度批评 这就是让男性和女性竞争的结果 尤其是在拳击运动中 你其实不需要任何技术 因为你的拳击力道 远比对手强得多 这样的做法真是卑鄙且危险 引发网友不满开轰 如果你被影响 就代表人家的战术成功了 那你这样就不会是一位好的选手 还有四强赛时 比出X Phone次的土耳其选手卡拉曼 也在颁奖台上主动拥抱林玉婷 甚至看到林玉婷落泪 还帮忙拍背安慰 无论选手们释出善意 真实心态如何 林玉婷走自己的路 不会被流言蜚语影响 地别新闻综合报道 只是林玉婷的性别争议 却被网红统神逆风认为 对手提出性别的质疑是很合理的 德国的公共电视台转播员 甚至还说林玉婷是跨性别者 祝德代表已经要求道歉 统神直播逆风认同林玉婷 对手提出性别很合理 那奥运那边就说林玉婷有过 然后后来就有些人说 那你那个奥运的标准 那个搞固同你的那个数据要拿出来 奥运单位也听不拿出来 我就说你不拿出来就一直被质疑 我是你的对手我先打出你 我不能提出你任何质疑是不是 不是啦这个东西 没有提出质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先前IOC早就声明选手比赛前一年 搞固同数值必须低于10 林玉婷也确实符合规定 原本直播影片争议片段疑似消失 网友也在上面留言问为何删影片 只是统成是否被其他讯息误导 不知道但网路上的相关讯息 确实不少 传出国安系统也在抓可疑账号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恶意攻击台湾国家队乘机 第二踩着台湾推从中国 第三针对我国选手发动人身攻击 确实各大平台随便搜寻都有 但到底是不是认知战 谁说了算 不只网路平台 就连德国公共电视台 转播人员都直接说 林玉婷是双性或跨性别 对此驻的代表谢志伟 以官方名义既抗议性 说这转播员未提出任何证据 又谈到不正当的医药手段 如此不专业的行为 他们欠我们一个真诚的道歉 外观迅速动起来 或许也是不想事后被说抗议 慢慢拍 第二新闻众报道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连环报 如今活动行销厂商尼奥以及时乐 两间公司被起底 涉及位置还有负责人是一样的 而民众党决定在明天召开季就会 陷入假账风波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是被活动行销公司 尼奥以及时乐声称 根本没收到民众党所申报的 三比九百多万的支出 而这两间公司涉及 都是位在台北市内湖区的成功路上 而且负责人都是同一人 负责人戴力林是知名导播 不只曾经替柯文哲办演唱会 更传出和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交情匪浅 不管尼奥或者是时乐 是不是黄珊珊友好的人 认为黄珊珊她应该要代表 竞选总部出来发言出来说明 过去戴力林曾经替黄珊珊 制作竞选影片 更在她身陷好心肝疫苗风波时 逆风力挺 如今却疑似撕破脸 发声民踢爆 要求民众党说清楚 前党员吴静怡也在发文爆料 尼奥时乐是山游游 更说真正有问题的 就是当时柯文哲 竞选办公室总干事黄珊珊 直至黄珊珊跟众望基金会 董事长李文宗 两人才是会计作账的关键魔法 身为一个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一定都会知情 在勤怀的流程上 预算说明的这个部分 一定都很清楚 不过黄珊珊至截稿前 人无回应 倒是事发第一时间这么解释 账务上面有严重 很严重的瑕疵 这个部分也很抱歉 把种种复杂关系归类账务上瑕疵 但这看在曾经友好的戴力林眼里 恐怕不是滋味 找来议员帮忙发声 这戴力林女士她有找我澄清 就是她查过 他们公司没有开那三比九百 一十三万的发表 执控这九百多万 可能是未造而来 国民党议员钟小平 更要在十二号到北检控告 柯文哲 积极党高雄党部执行长 也线上向监察院检举 毕竟要证明柯文哲的清廉与否 得先厘清 这些钱到底流向何方 TVB是李明辉 中文宣台北采访报道 对于柯文哲 政治现金争议延烧 就连管长陈志涵也看不下去 在直播的时候大呛 这根本是低级错误 甚至还重话批评 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而对于民政党的种种争议 支持者现在变得很焦虑 民众党预计周三 在The Lounge举办草炉讲堂 原本这场活动的定调是 传说中的小草咖啡厅 首次曝光 不过疑似深渊进来各种争议 后来的宣传 就把小草咖啡厅 巧巧拿掉了 或许就是因为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 说想开小草咖啡厅 却违法设立人头公司 就连一项支持民众党的馆长 陈之翰也崩溃大探 用词超重 直播开呛40分钟 柯文哲近期各种争议 小草都看在眼里 心里真的急 小草群组中 有自称小草的人说 阿伯不是曾经的阿伯 被报这么多事 都有证据 不知道怎么帮忙讲话 不想再盲目追求 因此决定退群 民众党支持者坦言 不焦虑是骗人的 毕竟8月6号就被爆出 目可金流争议 但民众党第一时间撇得一干二净 说都有申报 8月9号甚至反咬文总 由政府总统担任政府会长 指秘书长拿下总统府标案 同样是左手转右手 文总回应都是依法办理可受公平 而直到8月10号 民众党才道歉开始查账 看来民众党出这招 想自救是否有成效 外界打上大问号 社会焦点看到新北市三重 有骑士募集一名男子 突然把建案看板往马路中央丢 还差点砸到人 原来疑似是旁边诊所的员工 不满举牌员把看板摆在门口骑楼 才会气得拆下来往外丢 骑士吓得急忙减速 因为有东西突然飞到马路中央 转头一看 原来是建案的广告看板 上头还有固定用的木头和绳子 差点碾过 监视器也拍下夸张瞬间 看板就是被证明穿白袍的男子丢出去 也不顾旁人阻止 甚至义字包包也都遭殃 差点波及路过车辆 一面阿姨和阿伯急忙上前捡回来 但怎么会惹怒对方 地点在新北市三重 一处诊所门口 由于附近有市场 人潮 车潮很多 加上有不少建案 整条路上不少建案的举牌员 丢人看板的择一四市诊所员工 而我们也实际找到受害的举牌阿伯 原来这名阿伯已经高龄82岁 为了养活自己 出来当举牌员 一天只赚八百 当天他是第一次到诊所前面摆 怎知引来对方不满 对此诊所表示主管以及影片中的员工 都没上班暂时无法回应 但不少人认为若看板妨碍通行 可以驱赶或报警 做法没必要如此极端 张华有名十九岁的病患 因为车祸住院 在办理出院的时候 疑似不耐久后 直接在医院里大声咆哮 就怕引发冲突 医护人员赶快报警处理 结果病患自称是伤到头壳 还骂最讨厌警察 患者从轮椅上沾起来 越讲越有力气 身上还包着纱布 但是也不用坐轮椅了 声音大的吓人 他是十九岁的灵性男子 在彰化市的医院住院 十号下午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 疑似不耐烦等太久 在医院咆哮院方报警 出院手续要花时间 花时间你叫警察 你就讲话那么大声 好 这个过程也被现场民众募集 拍了下来 看到他坐在轮椅上 穿着患者的衣服 全身都是刺青 最后警方安抚情绪好言相劝 才平息了这场纷争 男子受伤住院情绪不佳 期间也让医抚人员打伤脑筋 最后要出院了还气愤咆哮 闹到报警 不过警方好言相劝之后 顺利平息 医院不追究 要是根据医疗法 对医事人员胁迫恐吓 妨害执行医疗勤务 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 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台中清水知名的面店 老是观感面 店家都是先让顾客 先吃再结账 没想到却是连续两天 出现了吃霸王餐的人 老板说目前先不会报案 只是po文警告 希望这些人自首付钱 台中清水营业超过50年的 老是观感面 竹打手风面 调建筑的古早味 还曾入选过 比比登推荐名单 还没到中午就挤满了 人潮繁拙率超高 但最近却连续两天出现 有客人吃完 没有结账酒离开的情形 让老板超级无奈 连续两天都是蛮多钱的 算大单 一千多块 对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数字 发工钱也是差不多 店家在脸书粉丝专业 PO出监视器的画面 表示这一家人来吃了 约600元的餐点就直接离开 放出来以后效应还不错 礼拜五的马上打电话来 但老板说他相信他们不是故意的 所以没有报警 是PO上网公告 希望这些人能够主动来付钱 特意的他会东张西望 然后趁很多人的时候 趁乱他会跑掉 而且会一个一个走 老板说他相信人性本善 所以让内容的顾客 吃完再结账离开 但是人潮一多 没有多加注意 就会出现有人吃霸王餐的状况 我相信是人性本善 没有人会想要干这种事 对 而且不是很多钱 可是大家的不是很多钱 对我们来说 这是我们很多的钱 他说他已经尽力维持铜板价 希望这些人不要再贪小便宜 造成店家困扰 TVBS新闻将军 大白台中采访报到 但接下来这似乎真的是 遇到恶搞的民众 左营有餐厅连续接到 一块钱塑料代订单 外送员取餐后发现 送餐的地址就是这个店家 所以店家还要再倒贴外送费 这才让店家惊觉 是不是真的被恶作剧了 那时候一开始是这一张 然后我们想说客人可能是点错 所以我们就把它退掉 那过一下这个原本的客人 他又再点了一次 然后我们也接单 对 然后后来又过了几分钟之后 这个第二张他自己取消掉 指着订餐画面上的议员订单 口气满事无奈 因为有男子下订一元塑胶带 店家以为误案帮忙取消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塑胶带订单再次出现 还一次有两人下单 就怕顾客真的需要 店家决定接下订单 没想到外送员一到却说 送餐地址就是你们这里 要收取12块外送费 当下店家怕耽误对方 时间没有想太多就先付了钱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 那后来想一想 会不会是外送员自己 想要赚那个外送费 那难道就是 只有他们餐厅自己用 你的蛋也没有拿 会有额外的费用吗 不会不会不会 而这起二稿事件 发生在高雄左营一家餐厅 9号下午5点多 正值用餐时间 店家忙进忙出 一天见外送员急着送其他订单 只好先支付塑胶带的 12元外送费 没想到竟然遭到二稿 平台业者也说外送员如果向店家收费 是不正常程序 提醒店家要注意 不过一元塑胶带订单 还真的有外送员结果 真的你真的收寄一个塑胶带喔 结果他他去那边叫我帮他倒垃圾 在那个左营大陆 他好像搬到男子了 一个塑胶带 对 我后面 我前两次都有做 后来他搬到男子我就不做了 警民专职送餐到了现场 却被破斜杠 挡起清洁工帮忙倒垃圾 外送员傻眼 但为了订单费用还是乖乖照做 送了两次直到对方搬家 才结束这一波荒谬订单 TVBS新闻哀显 卢品号高雄报道 来看这挂假车牌 结果碰到警察拦检 心虚逃逸 发生在宜兰 是一名保时捷的车主 在国道5号被拦下之后 加速了逃逸 原来是今年3月份 因为超速被扣牌 为了想继续开他的名车 所以是上网买了假车牌 红色保时捷从脱掉车上 被移下来 警方小心翼翼 就怕弄伤车身 车子看起来还能开 也没有碰撞的痕迹 怎么会被移到国道警察局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警察拿出工具 拆下这块6666车牌 不仔细看很难发现 这根本是一块假车牌 国道警察发现这辆车 挂着假牌上路 立刻拦查 事发在十一号早上八点多 宜兰国道五号投城入口 三十二岁减性驾驶 碰上拦检 直接加速离开 警方追了上去 查车牌根本没有资料 一路追到雪山隧道内 才将这辆保时捷拦下 车主这才坦承 今年三月 因为超速被扣牌 才会想要买假牌上路 让车子可以继续开 但类似的状况越来越多 新北市新庄也出现 特斯拉挂着假牌上路 我们先看一下你车牌 对啊这个很明显 车牌竟然是塑胶材质 一眼就被警察看穿 三十四岁 唐姓男子被当街拦下 他工程师之前帮朋友载人 不知道对方是要载客人 违法载客被拦查 查扣车牌 才会去定制自己车号的假牌 这种行为已经涉嫌 未造特种文书罪 最高可除一年徒刑 另外根据道交条例 最高能罚超过一万 但假牌越来越泛滥 光靠警察追就怕追不完 各地警方开始用 AI巡防系统辅助 以桃园为例 今年五到七月 AI系统帮忙查获了一百五十一件 要遏止路上假车牌 越来越多 民众不想要被扣牌 无法开车就不要违规 TVBs 综合报道 而其实最近扣牌数量暴增 预计今年可能会突破两千件 这也导致假车牌 在网路上生意越来越好 甚至成为不法分子 隐匿行踪的工具 公路局就强调 会增加防卫机制 千万不要医生试法 看到警察就是一路膛标 枪都已经上膛了 驾驶还不下车 因为一路横冲直撞 最后直接被子弹击中 原来跑得那么急 他车上悬挂的这张车牌 是假的 而他也一样 远远看其实真的看不太出来 得要拔下来 敲一敲再仔细摸才会发现 车牌是未造的 近来有不少警方在路上拦检 时不时就发现 驾驶用上假车牌的情况越来越多 本来在2022年时国道警方 查获假车牌的通报件数 约519件 但在2023年增加了快一倍 今年才刚6月份 就已经来到837件 预估可能将突破2000件 未造跟变造的车牌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检警也推测 就是因为酒驾跟超速的 处罚条例修罚后 扣牌数增加 也让这些不法分子 发现有利可图 而这类的犯罪行为 其实也很常用上 一般来说会用假车牌犯案的 无非是不想让警察 查到涉案者的真实身份 那因此我们常会在 重大的枪击杀人 掳人勒署组织犯罪 还有强盗抢夺等案件 看到这些假车牌 出现的身影 那歹徒在网路上购买 制作精美 微妙微笑的假车牌 挂上以后 企图误逃警察办案 但最后真正倒霉的 却是这个车牌的真正车主 确实近期在网路上 就曾经出现不少卖场 打着客制化 还标榜把原车牌的品质 交给你 嚣张行销几乎随处可见 或许本来只是单纯提供 给遭扣牌车主 一个便利的选项 毕竟超速扣牌一扣就是六个月 没车牌没办法上路 悬挂假的 不要被远景拦下 或是上国道经过ETC 就不会被发现 但越来越猖獗的后果 到头来让不法分子 也纷纷选择用这种方式 为非作歹 像日前台南余会理事长遭枪杀 嫌犯驾驶车辆 就是悬挂 未造车牌 本来为了解决交通安全 却反而衍生出治安问题 所以那现在扣牌量暴增之后 那民众自己去应对 就一定会有产生 这种假牌的量会增加 这个都是可以预期的事情 那假牌的量增加的时候 他会牵动的是其他 无视交通违规的犯罪 或者违规行为 那这个就会比较因小失大 会比较麻烦一点 本来是交通组的问题 变成刑事组 那就反而是问题会变严重 所以我觉得在根本的 上游化的对策来说 既然那个速线超速的 这个法都已经修了 那接下来速线 相关速线的修正 还有或者是说反过来 你要修正你的道路设计 这个配套都要赶快进行 未造车牌成为一个 怪异的产业链 公路局也强调 近期已经开会 也拟新的防卫方式 原本五到六个 未来可能增加到十项 尤其在科技执法方面 也会联合机查单位 现在事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建立一个灰名单 为什么叫灰名单不是黑名单 我们从这个邮局里面 你同时间不同地点 出现这样的一个号牌 那这样情形 那就可能 其中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假的 或者是你没有前后 都有胸瓜号牌 那这个我们都有进入 在我们的监理系统里面 做助记 那警察 或者是 停管单位 在输入我们的停车资料的时候 那就会跳出这个灰名单 增加防卫机制 线上灰名单 再加上跟网路卖场合作 主管机关 希望在三管旗下 防堵假车牌 继续在路上爬爬走 或许悬挂假车牌的罚则 再提高些 背景一万零八千元 相对较低的罚缓 也让车主有了想偷鸡摸狗的念头 TVBS新闻 正声为 谢伦台北采访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 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 一起All in TVBS大运动家